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再装一个Ubuntu 我上一期装了一个Ubuntu 1804的Sero版 那是服务器版对吧 不过像咱们一般朋友来说 用的更多是桌面版客端版对不对 今天我准备咱们再装一个桌面版 大家请看 上期我装的是一个Sero 今天咱们装这个Desktop桌面版 我先点击一下 我是从这下载 然后进行安装 大家请看 这桌面和16差不多 今天咱们装上试试看 这还能看各种各样的多媒体 OK 看起来好像是蛮不错 那咱们装一个 咱们通过这个地儿进行下载 我是把这个ISO已经下载完成 这个地方 我已经把它绑定到Oracle的Virtualbox里面 然后咱们现在重新启动一下 咱们看 光盘里面就有一个1804 desktop对不对 64位版 然后咱们把它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咱们从头安装 试试 说真的 我还是真没太用过 Ubuntu的桌面版 今天也是一个长长线 如果真好 那以后我再做教学视频的话 就不用Windows了 因为Windows它毕竟是属于这种盗版 是吧 以后还是应该用正版 因为我现在在Windows下车 用了这些个工具 在Linux 在这个Ubuntu的桌面里面 都有都支持 比如说这个VS Code 对吧 比如说这个SS命令 都支持 而且呢 我其实更喜欢用这个Mac系 Linux系的 好了不错了 咱们看看 这一上来 我一上来 我看看这个难道也没中文吗 我看看 这个里面 居然有 还有日语 要不装个日语版也行 Install 我还装漸漸中文吧 因为毕竟我以后 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 这个教学视频嘛 对吧 装日语没必要 试试啊 安装 Go 上一期我装色版 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今天看看是不是还简单 我发现这是什么 这个没有问题 这叫Tibetan 汉语中Tibetan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你要是个 GBK 这我知道 Tibetan是什么 不知道 那咱就选第一汉语吧 好不好 其他的应该没有 咱们直接选 继续 OK 我说怎么直接选 Hotwin的奇怪了 继续啊 然后还是正常安装 还是最小安装 咱们选正常安装 因为它会装很多的工具 大家请看 一会儿呢 咱们试试这工具啊 然后安装Ubuntu 10下载更新 这个就是我上期色版的这个update和upgrade嘛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为图形或无线硬件 这个展示不用 咱们就直接装正常安装啊 go 咱们别最小安装 最小安装有好东西 咱们看不到嘛 对啊 清除整个Ubuntu的安装盘 这会 这会清除 这个没必要啊 其他选项 就这个吧 清除整个四盘 因为我是第一次安装嘛 所以说整个四盘 它应该给我做一个格式化 然后进行安装 我大概是分配了20个G的空间 装它应该是足够 如果这个Ubuntu中原版20个G 你居然都不能装 那这个软件用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你比Windows还大 那我还用它干什么 对不对 好 试试啊 看这速度怎么样啊 目前看这个安装界面 我是有点喜欢上它咯 看怎么样啊 这咯 我暴露目标是吧 我现在应该是在Tokyo 所以这就Tokyo Tokyo就Tokyo 无所谓啊 Go Tokyo装中文版 是不是有点奇怪 算了 就装这个吧 试试啊 这是您的姓名 小马 稍等 小 马 诶 怎么小M了 小马 啊 有点慢 有点慢 我说呢 有点慢 密码也是小马 没事 这位得敲对了 C1 好 小 摸 OK 好 我看登陆时需要密码 还是不需要 那咱选需要吗 肯定需要啊 别有朋友为了省事 我选自动的 别 安全强度肯定不行啊 一般咱们要养成好习惯 离开座位时 一定要把屏幕锁上 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啊 我看这怎么有点慢啊 希望不要太慢哦 然后它里面会给咱带一些各种各样的工具 咱们看看这个Ubuntu桌面板都给咱们提供什么工具啊 好用不好用 我估计它会给咱们提供库博姆 应该不会 应该是Firefox Firefox也不知道 咱们试试 这话真说不好 毕竟这个Ubuntu桌面板还真就用的非常少 我看 先还挣口气 快一些装完 上次咱们装色版 好像用多长时间 五分钟 用了吗 估计都没有用五分钟就装完 如果好用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做教学的话 是用虚拟机里面的Windows 10 Win10吗 对吧 那个说起神奇的话 实在是慢 如果Ubuntu真的就快 那我以后就在这里面装上各种各样的软件 其实说什么各种各样 无非就是 装一个这个VSCode 基本上够了 装一个VSCode 对吧 装一个Git 装一个这个 那个SSH不用装 那个Ubuntu自带 对吧 Linux自带 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了 我做教学应该足够了 然后再有一个浏览器 再给我来一个这个HTTP server server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Chrome的插件 这么说 我估计 如果它速度快的话 我应该就从这个Windows切换到Linux 不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快 这都不所谓 你装Windows 10 你在虚拟机装 你知道我花多 花几个小时 更慢 而且这个Windows上带的一些个 不是一些几乎所有的原代码的编辑器 Linux版和Mac版都提供 所以说还是真的挺不错 好 咱们我的话说的快差不多了 这还没装完 那咱们就等会吧 这个机器在干什么 对了 我说点其他的事 最近我因为是在玩这个 风宝英雄 爆血公司游戏 然后有一个叫做Discord Discord 这么一个文本视频音频的通讯软件 挺不错 我看好多现在玩这个游戏 包括这个LuaLu Dota什么的 都是使用这个软件 建立这个社区进行交流 还是挺不错的 有机会 您可以试一试 如果玩游戏的朋友 可以试试 叫做Discord Discord 非常的不错 我反正是挺喜欢 这样可以说能交朋友 而且能一起 打网络游戏 也是挺不错的 他先装了 我先去喝口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 还没装完 没装完没关系 咱们上上网吧 咱们上上网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 这个Ubuntu的Wiki 我这敲一个吧 Ubuntu的Wiki 稍等 Ubuntu 然后Wiki 这个地方有个Ubuntu的Wiki 我看一下 不是有Wiki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Wiki 这个地方应该是 因为每个版本 如何发布 支持到什么时候 它应该都在这个Wiki里面写着 我看看在什么地方 这儿有一个release release 我这里发不好 release的这个情报 咱们用的是 这个1804LTS 长约版 对吧 它支持到 大家请看 2023年的4月份 非常的好 不过我们公司 现在用的是这个16 对吧 用的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 它虽然知道2021 但是我先不更新 为什么 因为到这个2020年 就是这个东京奥运会这年 它会出Ubuntu的20版 对不对 到时候我再想更新 因为目前我们刚更新完这个16版 所以说用不着再更新 这个18版 咱们作为学习 其实对我来说 是作为学习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用这个16 非常的稳定 而且也不想马上更新 到这个2020年 直接更新 这个Ubuntu 20就算了 但是咱们要知道 这个Ubuntu 18里面 都带些什么功能 比如说像现在 我上期装的这个安装界面 就完全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 也是作为一个学习的知识点 我天哪 正在安装系统 又看到这个路漫漫 我看 它自带这个slack 这个slack 就是这个企业内部的通讯软件 是吧 这个不知道在国内 有没有被强调 这个不知道 这个我们公司内部也是在用 然后还有这个skype 我看 走太快了 skype现在不用了 用哪个 用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discord 非常的方便 Spotify 这是干什么 这个我没用过 OBS OBS它不然是自带吗 这个是录视频的软件 对不对 我现在做视频 就是在用这个软件 进行录视频 这个Telegram Telegram 这好像听说 这是画图工具是吧 听说过 但是我画图不用它 我画图用我自己编的工具 这是这个音乐播放器 一会咱可以试试 这个音乐播放 还有什么 我看看 处理影像也能处理 我去 我想 预装是这个short wire 我现在处理图片 因为像我做视频 处理图片 我都是用我一个收费软件 我自己花钱买的 这个short wire还真不知道 然后这个叫什么 GIMP 这个软件 GIMP软件 它有点说 要模仿Photoshop 但是模仿的又不像 一般用哪个吧 如果说有朋友说 我想学这个图片编辑 好多你查到这个免费的 都是这个GIMP 对不对 其实我推荐您使用哪个 使用这个pointnet 稍等 我给您敲一个 如果想这个 学做图的朋友 推荐您使用这个软件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软件 这个网站应该是不对 是吧 这也不对 稍等我怎么 直接敲哪 我想怎么敲 这么敲吧 不是point 敲错了 paint paint.net 这个软件非常推荐您使用 我看 这第一网站不是 paint.net 这肯定不是 应该是这个 我一般处理图片 尤其处理这个 透明背景图片 一般都用这个软件 因为好多 我在做这个视频的 logo图片的时候 需要处理很多的 背景透明图片 所以说我经常用到 这个软件 有朋友说 我想学编辑 图片编辑 那么极力推荐您 使用这个软件 photoshop是收费 而且是按月收费 我以前是用photoshop 以前我大学刚毕业 是在广告公司 用photoshop 现在不用了 我用这个 这就非常的不错 按月收费 咱们收不起 其实咱们学习来讲 也学不起 太贵 极力推荐您使用这个 OK 咱们再回来 这个Librooffice 这个我前两天 做过一个视频 专门安装了一下 这个Librooffice 这个是在Windows中 看到这个Linux 又这个版本 挺不错的 一般咱就说 脱离这个微软系 对吧 微软office是好使 但是价格它也不错 所以说这个Librooffice 好使的话 咱们用这个 其实像我们公司内部 一般就是说 很少 目前来说 很少使用这些个office的软件 那么用什么 像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 Google的网上 Web版的office 因为Google也提供一套 这个Web版的office 包括这个Excel 包括这个 其实它不是Excel 叫这个Spread 包括这个Word 包括这个话图工具 都可以 完全可以替代 本地文件编辑型的office 为什么 因为咱们编辑的文件 不可能光自己用 肯定要给其他的 这个Chimp Member 比如说还在给这个朋友 共享用 对不对 所以说作为这个Web版 非常好使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 免费 对吧 不要钱 所以说有的朋友 说是我想用什么office LibreOffice 咱是一个 但是本地编辑 我极力推荐您使用 Google Office 咱国内用不了 被强调了 是吧 如果国外的朋友 非常推荐您使用 Google Office Web版 而且不花钱 非常的好用 几乎微软的功能 它都有 看起来装的并不慢 咱们再等一会 其实我上期装了一个 Serv版 Ubuntu 18Serv版 其实应该能装个语言包 我上次忘装了 不过 无所谓一行命令的事 就能够装上 然后我可能再要装个数据库 因为过两天 过两天准备再做这个Java教学 可能也要装 我看来我这个视频也许要超20分钟 30分钟 有所超啊 不是我超啊 是这个安装的是这个速度慢 咱们再等一会儿吧 OK 这个软件把它关掉 我看啊 这个硬件 Coloud 我看这Coloud 这个云版是什么版 它用是Optech的 它支持这个云服务 云服务还是挺不错 其实像现在这个Serv版 你说我现在做这个视频是安装视频 对吧 其实我做这个Coloud安装视频 还有点道理 服务器安装视频怎么说呢 今后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少 当然咱们作为学生朋友来学习的话 肯定会装 但是一般作为企业来说 都用云服务 云服务它会给咱们建很多的image 这个就是说是各个操作系统的镜像 咱们是通过它的镜像文件 去给咱们生成咱们的服务器实力 那样的话 是根本不需要咱们从头去安装服务器系统的 咱们作为学习 还是应该是安装 好 先少叙咱们安装完毕 现在重启 够 而且Uban 2 桌面板能不能玩游戏 不知道 一会咱们试试啊 如果里面还带个游戏 那我一定要试试啊 哪怕扫雷 咱要试一试啊 哇 他说什么事 告诉我 警告我干什么 杀掉我的这个process 是吧 请移除安装的人 然后 我应该是把这个拆掉 是吧 已经拆掉了 请移除安装媒体 我这不 这不已经移除了 没有了吧 对不对 遇到点小问题 我看 Uban 2 没事吧 行行 我这大家请看 我这个绑定的是这个吗 已经移除了吗 对不对 不用再点这个了吧 现在应该是安装成功才对 但是他这么给我提醒 就有点奇怪 算了 我数我数啊 如果还没装完 那咱就直接硬性reset 5 4 3 2 1 没反应是吧 OK 看来这个地方 他安装有点小问题啊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刚出的1804 以后出1804.1 不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咱们直接通过这个reset 试一下 go 然后我这应该是拆掉了 对吗 这不是拆掉了吗 然后咱们是正式启动Uban 2的桌面板 咱们看一下啊 安装是肯定安装成功了 就是再启动的那个地方 有点小问题啊 哦 Uban 2这个 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啊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看NBA的朋友啊 呃 这不季后赛了吗 是吧 冬爵又是这个卡尔特兰对骑士 卡尔特兰第一场大胜是吧 大胜25分 真厉害 哎 稍等哈 这是我刚刚安装的 UZA小马点一下输口令 大家请看啊 每次咱们都要login啊 咱们不要 咱们一定不要让他自动login啊 好 咱们输口令进来 看一下 怎么样 还是那个橘黄色吗 橘黄色和以前周围是一样的 Windows 你看每次升级 周围电话多大 可是Uban 2变化就不大 我靠啊 果然他自带火活 还带这个Sunderbar的 Sunderbar是这个处理邮件的软件 谁还用这种软件处理邮件 怎么还自带给亚马逊 这亚马逊给他赞助了是吧 问题是 我现在怎么点什么都没用啊 哎 还活着吗 慢是吧 等会吧 因为我这屏幕 右下角说 我的硬盘正在 读取 咱等一会儿啊 可以慢 但是不可以这么慢吧 这有点像Mac是吧 有点像Mac 哦 哎呀 这 这不行啊 我还是 哎呦 不行 我还是用我的Windows吧 感觉这个比Win10 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不快多少啊 欢迎您来到Uban 2 我看啊 这是时间 这就知道了 前进 前进去哪啊 啊 您是否要设置 Lewpatch Lewpatch是什么东西 看那样的 Lewpatch 这相当是 这个Windows的update 是吧 设置一下 哎 需要口令 稍等 咱们再输一下 哎呦 我的个天呐 这比Win10可是慢啊 蒸口气 蒸口气以后 我就用你啊 蒸了吗 这口气 我天呐 还需要淡点登录 算了吧 前进不得 哇 是不是要发给这个 Kanoniko 叫什么 Kanoniko 是吧 不发 别发 发会降慢 咱们这个系统的速度 OK 哇 您准备就绪 您可以安装下类的APP 我看 大家请看 怎么样 Intellity 诶 不装 他自带一个商店了 我知道 这是商店里面 听过各种各样的软件 对不对 Microft也有 我去 这个安装 这是开发安卓的 Android Studio 这个肯定要装 但现在不装 这个是Intellity 这个是这个 这是基于这个 Intellity 做这个Google 做这个Android Studio 这两个其实一回事 这个 它是社区版 社区版 学习的朋友可以装 其实没什么用 我想 这里面 这里面 大家请看 Discode 这个东西 这是我刚跟您说的 是吧 取代Sky 这个 玩游戏的朋友 可以用这个建立社区 跟朋友一起讨论 一些玩游戏 都挺不错的 这个可以基于 这个文本聊天 还可以基于语言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一般什么吧 一般就说 咱们大家一起玩这网络游戏 然后呢 网络游戏之间 不有好多这个 一般玩 一般得需要交流通讯吗 怎么用 就用这个Discode 你看我刚说 这就有 我天哪 太棒了 好 咱们看看其他的软件 这软件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比较慢 我的机器不慢 我的机器是三点几G的 快达到四个G了 可是为什么 这就显得很慢的感觉 它是这么慢 那我还真的 以后做这个视频 还就是得用Windows了 虚拟机 我可以点完成 但是它不出 现在有发生 您要完招吗 我先不安装 稍微提醒我吧 因为我在做视频 不可能想安装这些东西 我看 火狐不用说 三大霸的不用说 这是开发邮件的 这是干什么的 文件家 文件家 是吧 点一下试试看 原来如此 这是咱们本地文件家 我看啊 有没有什么图片 没图片 然后音乐 自带音乐 也不带 大家感觉这个字体 还挺不错 是吧 视力什么东西 Ubuntu Free Culture 自由文化 是吧 这是一个视频吗 看一下咱们 能看吗 不慢吧 应该是拿VLC看吧 这纯音乐是吧 这就不看了 这不听了 纯音乐没必要 原来如此 OK 这个是文件家 管理 这是什么 这干嘛的 点试试看 不知道 这话真没用过 过个寡闻了 Sinbox 音乐 播放器 是吧 刚才是不是就是他 播放音乐 我知道了 赶紧关掉 这是什么 Libber Office 这是Word Ubuntu的软件 这刚才的商店 应该是 是吧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商店吗 原来如此 原来大家都在做商店 包括现在 咱们国内手机 虽然用安卓平台 但是都自己做商店 重复发明轮子 明明放着这个好的 这个Google Play 不用 帮助 不用看了 亚马逊 我点一下 大家看 看他是不是做 亚马逊的 Afflieto Afflieto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们点开它之后 尾部会带一个尾字 咱们如果通过 这个点击之后 再买任何物品的话 都会给Ubuntu 也交一部分钱 咱们看是不是 这个效果 后面应该是 有一个尾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因为这商业 商业一般都这么搞 对不对 希望能够快些 有个叫做什么 这根据地区名 后面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有可能是22 大请看 我说了对不对 22吧 他还没错 我就说了吧 对不对 说不说什么 这是一个尾字 换句话说 咱们通过这个URL 通过这个 加尾字的URL 咱们比如在点击 某物品 咱们买货的时候 会给Ubuntu也交钱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叫做Afflieto OK 这是日本亚马逊 魔方是吧 这叫什么 Speed to Q OK 关掉 默认应该是启动火狐 看来他也是为了这个 营收嘛 对吧 关掉 Closed tabs 总起来就有点慢 下面是干什么的 显示用程序 看一下 这个有点像 马可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速度确实有点慢 但是可能装到本机 不装到讯息里面的话 可能会快很多 感觉跟Android有点像 跟马可是也有点像 好 大家注意看 我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 扫雷是吧 我刚才说了 如果有扫雷 我要玩一把了 是吧 玩一个八成八算了 以前怎么玩就是 这肯定是个雷 对吧 然后这是三 这两可能有一个 稍等 这个肯定 我去 哎呀 算了 不玩了 好吧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Ubuntu 18专版 感觉呢 颜色也是不错 字体也很美观 唯一不足的是 我在虚拟中 在这个虚拟机中 进行稍微有点慢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 这个担心的地方 如果我基于他做视频的话 可能会不如Windows那么快 不过我准备再运行一段时间 看看他是不是 因为我第一次几度慢 还说今后都慢 我再来决定 今后我的这个视频 在哪个OS里面做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